據鎖定TVBS1600整點新聞 我是顧上軍 新聞首先帶來看到的是 菲律賓馬尼拉經常管制區 因為航管系統出現異常 因此飛過去的航班都取消 台灣出發的轉機旅客 也只能返航 其中飛往胡志明市 濱城以及雅加達 一共有四班飛機 將轉降高雄 菲律賓馬尼拉機場的管制區 因為航管系統異常 班機無法降落 所以飛過去的航班被迫取消 其中台灣出發的轉機旅客 也通通折返 在高雄小港機場方面 目前有四航班轉降 包含長榮飛往胡志明的有一班 飛往濱城的有兩班 另外前往雅加達的一班 而目前最新的消息 已經有三架次 在中午11點多抵達 降落高雄小港機場 另外一架是12點左右 抵達停妥的 而這轉降的四個航班當中 有一架是貨機沒有載客人 另外受影響的三架客機 總共影響了760名旅客的行程 這四架班機等候馬尼拉的雷達恢復 就會離戰前往 而這次台灣受到影響的航班 總共有9個航班 今天上午 多架長榮航空班機出現延誤 傳出是因為部分航情員工 不滿長期人力不足 年中獎金又跟長榮海運差太多 因此自發性休假影響47班次 近3000名乘客 在桃園機場後機室內 旅客稍微休息一下 等待登機前往國外 不過卻突然出狀況了 一號上午長榮航空多架班機延誤 行李提領速度也變慢 傳出是因為部分員工臨時請假 導致人力吃緊 原來長榮海運發出45個月以上的年終獎金 負責貨物裝卸 還有行李搬運的長榮航行年終 卻只有一個月 讓長榮航行的員工在元旦 自發性依法休假不加班 原本應該70人上班 剩下不到20人 統計到上午11點 延誤出現31班次 入境16班次 影響小的至少延誤30分鐘 還有的航班延誤兩個小時 2900多名旅客受到影響 目前長榮公司已經緊急協商派人支援 對於旅客的不便表示非常抱歉 繼88招待所的風波之後 警戒再拋震撼彈 台南市警局一名三線一的高階警官 昨晚北上到新竹恆山 涉嫌恐嚇取材 當地警方出動尾捕 他竟然拒捕還衝撞警車 遭連開九槍制服 好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警戒就拋出重大的震撼彈 這回涉嫌的是台南市一名 三線一的高階警官 他擔任的職務是秘書室主任 不過他這次仍是在新竹落網 因為昨天他休假特別北上到新竹恆山這邊 涉嫌進行恐嚇取材 當地的警方知道之後 立刻展開圍捕 這過程中他竟然拒捕還衝撞警車 最後是被開九槍制服 不過其實整起案件的案情 其實相當的不單純 因為根據瞭解 在12月下旬的時候 新竹警方就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表示說自己收到了恐嚇簡訊 對方還要求一千萬的封口費 後來警方開始以車追人 昨天晚上的時候 是發現這輛車已經到自己的轄區了 是開三輛車到山上 準備要來抓人 不過這個男駕駛 也就是這個警官 一看到警車就馬上想要落跑 上前發現駕駛就是這個男警官 副駕則是一名女子 這兩個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目前新竹警方還是持保留態度 我們來聽一下 橫山分局長怎麼說 攔截圍捕之後 然後那個莊姓警官 他就有表示他是我們同人 莊姓離職跟高階警官 是什麼關係 這個女子 這個部分現在是有 我們檢警在做一個離行中 是不是害人 這個部分 細節部分我們不清楚 這個部分還在離行中 好 那現在台南市警局 也發出三點聲明 包含先把這個莊姓警官 調離主管的職務 以及也會全力配合調查 不過現在包含新竹警方 跟台南警方目前的口徑 都是一致的 針對案情什麼都不清楚 什麼也不說 似乎是遇到自己人就轉彎嘛 現在所有的目前外界 有在關心整體的案件動向 是不是還有牽涉 其他的人 目前也在持續的 為您關注當中 以上這一期 你先要實施鏡頭交還棚 台北市西門町商圈 一間吃到飽燒烤火鍋店 昨天晚上10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瀰漫大量濃煙 因為位於鬧區又是跨年夜 擠滿圍觀人潮 一度造成消防人員 布水線困難 大批警力也立刻出動 疏散引導 火光直竄照亮整片夜空 哇 爆火了 火焰出來了 天啊 夭壽喔 從遠處看可能還感受不到威力 但現場濃煙籠罩 起火的是台北市西門町一間吃到飽燒烤店 多輛消防車 雲梯車趕到現場救援 情況緊急 可是 你第一次看到火災 也許就是第一次看到火災 圍觀民眾幾乎是把它當成煙火在拍 起火的燒烤店就位在西門町的6號出口 這邊本來就是鬧區 加上昨天跨年夜幾乎現場爆滿 這人實在是太多了 讓消防人員一開始布水線的時候 然後就非常不順利 從健身器畫面可以看到現場人潮大爆滿 消防車進退兩難 好幾名員警穿梭大馬路指導交通 請民眾快點離開 我來的時候看到全都救火車在裡面 現場人全都在跨年了 海洋火事約半小時就撲滅 這間店的特色就是能一邊烤肉一邊煮火鍋 消防初步研判 起火點是在三樓的內用桌 再往上延燒 疑似是烹煮不慎釀災 共疏散84人 跨年夜不平靜 還好沒有造成傷亡 但接下來就要迎接農曆新年 店家裝潢設備全燒光 短時間內恐怕無法營業 損失慘重 這年要怎麼過 體驗新聞玲瓏師吳宇亞台北報導 跨年夜沒唱到歌卻進了警察局 新北板橋一間KTV大廳發生鬥歐衝突 一名男子跟朋友喝完酒來耍他 排隊時跟不認識的人 起爭執最後大打出手場面混亂 店員趕緊報案 遠景到場 壓制5人 KTV大廳裡穿綠色外套男子 看起來火氣很大 旁邊朋友都快拉不住他 只見另外一名白衣男 衝過來拿起紅龍上的告示牌 就往對方身上用力砸 白衣男一個重心不穩 自己差點跌倒 現場紅龍被推得東倒西歪 場面相當混亂 沒多久遠景到場 男子被壓制一臉醉醺醺醺 第一點就是新北板橋一間KTV 31歲的周姓男子凌晨12點 跨完年跟朋友續團來唱歌 在櫃台訂包廂時 該名22歲的陳姓男子起口角 因為對方看了他一眼 讓周姓男子相當不滿 加上有喝酒當場嗆瞎 雙方朋友上前幫忙勸嫁 最後警方將5人通通壓制 原本開心跟朋友跨年 卻因為酒後一時衝動變成暴力衝突 雙方互相提告新的一年法院相見 新日新聞綜合報導 為了歡慶元旦 今天在天母就有百貨公司 集結北市七所高中樂儀騎隊 展開盛大的表演 一路遊行繞場 場面很熱鬧 現場最新情形 連線記者張慧嫻 好主播觀眾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歡慶元旦 當然要來一點不一樣的活動 可以看到我們往旁邊看 這裡今天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就是在天母的百貨公司前面 一共有七所的學校 今天的樂儀騎隊 要聯合來做演出 可以看到現在包含了高拋槍 或者說一些轉槍的動作 都是非常的標準 一起來看現場的精彩畫面 好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表演上來說 一共是七所的學校 其中包含了像是成功高中的儀隊 或者說市里高商 以及內湖高中等等 通通都來這邊來做表演 那麼這一次 他們是一共集結了近兩百人 還有包含了旗隊 或是說跳舞等等的 今天表演都是來這邊來舉行 他們也提到這一次的練習 其實包含了兩個多月來練習 而且要七個學校一起來到齊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麼這場活動 其實是過去很常都會有來發生 就是每一次元旦的時候的歡慶活動 已經是連續了第五年 不過今天 今年的這一場是特別的盛大 是聯合七所 那麼去年是四所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也都取消 因此今天有非常多的民眾 也來到現場 來幫這些學生們來做加油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我們再把時間交換彭林 流行天后蔡依林 從跨年夜當晚開始 在台北小巨蛋展開兩週 連六場的演唱會 用歌聲陪伴歌迷跨年 天后蔡依林第八度 唱入台北小巨蛋 我們自己的部署 竹林開場披上銀盔黑甲 以炫黑女帝造型登場 我不愛在 是必要的釋懷 必要的仇恋 必要的仇恋 必要的崩壞 但是說誰 誰又是誰 而女是誰 我能走以我美 傍晚二女 竹林變身性感女王 分開人家的心情 卻阻擺我的心 理解真好乖乖 乖乖 你到底在這心 你又在這比你 被我操心 是不是唱歌星 你給我來講 你愛情的愛情 要想要見秘密 來北SFHK 巡演三年台北最終場 竹林赤字一千八百萬 準備十一套全新戰袍 因為我沒有主持過 倒數的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堂塞 堂塞這些話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新年快樂 管你小鐘當中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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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配 走開 冠冕時尚的百變女王 只有蔡依林能夠超越蔡依林 管你小鐘為我配 管你小鐘為我配 管你小鐘當中我配 我配 走開 我配 走開 TV新聞綜合報導 平平天后 徐懷玉強勢回歸 今年在台中水南跨年演出 祭出吸睛的火辣戰袍 也就是性感的中空莊 現場滿滿回憶沙 帶領觀眾回到青春時光 平平天后徐懷玉強勢回歸跨年廠 笑花朗 鮮紅火辣中空莊帶來重新編曲的 妙妙妙掀起七八年级生 满满回忆沙 以为我的美容 请谁下落我 我是女生 漂亮的女生 好久没有在大型活动献唱 徐怀玉珍如歌 保养的也是妙妙妙 经典曲更是一首接一首 我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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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天后动感十足 唱慢歌一样保持水准 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 让观众再度陷入回忆 当年唱片大街小巷的歌曲 首首回忆沙 让全场穿越时空 回味青春时光 台东跨年夜舞台 由歌手Billy 以及他的儿子周汤豪 这对时髦的母子党 在倒数完压轴登台 一共带来七首歌曲 首首狂炸舞台 两人也提到 跟台东的缘分很深 一定要来这边陪伴粉丝 比利顶着爆炸头 儿子周汤豪身穿绿色背心 两人在台东跨年夜 倒数后压轴上阵 比利说跟台东很有渊源 因为妈别闹了就在这拍 两人是继小巨蛋演唱会后 二度合体带来景点歌曲 黄色尔邦球外套气势唱跳 周汤豪祝福粉丝新年快乐 他还说因为新专辑 有一半都在台东完成 所以一定要来这里跨年 粉丝高举双手 尖叫声不断 要看最时髦母子挡用热力 炸翻舞台 TVBN新闻周一峰 红婷台东报道 寒点全台的跨年演出 PTT就有网友认为 今年台东跨年含金量极高 除了有陈寒点精彩的串场 转播音职运进也获得赞赏 另外像是卢广仲 吴清风 周汤豪等大咖 轮番登台 不少人直呼 真的最有看头 作为压筹前重量级大咖 歌手吴清风最新专辑作品 高水军演出 半小时堪称演唱会集的制作 让台东跨年超有看头 短板针针毛衣 秀出火辣腰声 超紧黑皮裤 展现十足好身材 Karen CZ台东跨年演出 晚间11点登台 掀起高潮 不愧是入围金曲歌后的架势 现场与媒体演出更长达20分钟 表现却丝毫不受影响 观众更回报最大热气 还有空灵系女生黄建伟 及去年春天发行专辑后 冬季最新单曲Little Presents 也一并在年末献上暖暖祝福 全场除了周汤豪 Billy 卢广仲 MC Hard Dog 等大咖开唱含金量极高 转播运进收音更获得大票赞赏 PTT网友刷一排 台东这阵容难道是挖到矿了吗 大赞实在是全台最强 可谓唱将棋歌手云集 更有人提到 能在台东家乡 听到来自原住民的好歌喉 格外动容 估计多达5万人 及到现场狂欢 当然主持人的穿真引线 功不可没 有没有人是来看陈汉点的 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 还是要有一个相同的默契 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台东是最嗨的 搭档主持人咖啡唐显林 活动到尾声时 陈汉点嗓子几乎都喊哑了 外界直呼太有诚意 高规格晚会 经验中文 超商福袋在元旦早上开卖 最受瞩目的就是抽奖券的最大奖 像是全家就推出300万现金投奖 还能抽价值150万的宾室 而统一超商则要抽396万的马沙拉蒂 加码再抽搏金包 全联的福袋则是初一开卖 这回推出三台电动车 一进超商福袋堆满者面墙 迎接2023年四大超商的门市 都开始贩售福袋 不少人也入手一个讨喜器 当然汽车 跟他不是有300万的现金奖 有信心吗 有参加就有信心就有机会 300元就可以抽奖机会 然后他实际内容物 应该也会超过300块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因为新年信息 跨年玩得好累 民众隔天还是准时起床买福袋 就是因为里头这张抽奖券 幸运的话300万现金让你带回家 年终没有像长荣一样45个月没关系 买福袋自己的年终自己赚 全家福袋除了现金奖 还有价值150万的宾市 亚洲航线来回机票 同意抽商的福袋 投奖则是396万的马沙拉蒂 也加码再抽薄金包 莱尔富提早到11月30号就开卖 福袋主打6次抽奖 3月29号公布抽奖名单 有机会入手81.9万的亨达名车 另外全联则是晚一点 大年初一才开卖 同样加入送车行列 三款电动车 宝石捷 特斯拉 宾市 新年来看 其实在它的农历新年 跟所谓的一般的 西元的新历年之间 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所以可能对于超商这些业者 这一波的数量增加之后 到了农历年可能数量减少 或者是它可能用别的方式 来推出相关的一些应景的产品 不过以往 大家都担心 福袋是不是滞销品充数 这回业者都强调 内容物一定等值或超值 抽奖品项更要经典全场 取决新闻13日节台北通报道 迎接兔年求平安安 不少人在元旦这天 都会到宫庙里来安太岁 今年今天的一早 在松山的慈幼宫前 就有很多民众前来预约点灯 调方也说 因为今年的农历年比较早 因此提前开放一周 截至目前已经有6万人预约 专家提醒兔年犯太岁 有四大生肖 得特别留心 广播叫号叫不停 柜台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服务 迎接新年第一天 要求平安 不少人在元旦这天 就先来预约点灯安太岁 民众起大早就是怕排队 以松山慈幼宫来说 往年都是元旦才开放预约点灯 但今年农历新年时间早 再加上明年润月 提前一周27号开放 截至目前登记也破6万人 新的一年安太岁求平安 一早在松山的慈幼堂 也有不少的民众前来预约点灯 另外如果你点完灯预完之后 就能来拿取这个太岁的平安卡 祈求平安 生肖月份要看仔细 慈幼堂每年都在农历8月 就开放预约安太岁 庙方也发现 今年预约比过去永月 年底赶快做好这一块 大家平安出外平安 我们目标三万 而在台北龙山寺 今年提前除夕前一个月 开放预约点灯 不过元旦清晨6点钟 不像过去有排队预约点灯人潮 迎接兔年 民俗专家也提醒特别注意 包含鼠兔是正充太岁当头 鼠鸡对充还有鼠老鼠和马是偏充 建议安太岁保平安 至于民众也很在乎的 今年点灯价格有没有变动 以台北几间大庙龙山寺 慈幼宫和慈慧堂来说 统统维持原价 要服务信众 也要大家安心过好年 TB的新闻 杨清波蔡明轩张慧仙 台报道 去年12月底 高雄大气球游行的OpenJung 气球被狂吹了17公里远 最后变成泄气的皮球 甚至还经过小港机场 最高可以开罚150万元 民航局还在调查当中 没想到超商就看准了这个话题性 把飞天OpenJung做成卡片和抱枕 也让民众大赞 真是成功的逆转行销 这年年底高雄大气球游行 超商吉祥物OpenJung 就在游客们的注视下 越飞越远 越飞越远 飞到不见踪影 就这样吹了17公里 最后掉落在路边 成了一滩泄气的气球皮 当时被笑称 真的很扯 没想到 就在10天后 超商马上推出这款 飞翔纪念款的iCache卡 笑咪咪的还说着Open 还有另外一款已经飞走的背影版 也做成两款不一样的抱枕 开放预购 把一个就是出球 都能变成一个商机这样 现在很多这种公司 可以用逆向行销的方式 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话题了 干脆把那个话题变成商品 那可以再卖一波 商品一推出 也被高雄的旅游脸书粉丝专页分享 说补一下大气球损失的 也有网友留言 当你校班时企划已经在动脑机 即使你逃离工作 老板也会用其他方式压榨出 你最后的价值 也有人称赞是超成功的行销 如果有爱的迫降系列 就更完美了 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热度 让大家觉得 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来搜集这样的一个卡片 看周边的一个小物 其实是有一个纪念价值的 原本宛如异常闹剧 却意外翻转行销成功 把吹走的Open奖做成周边小物 让消费者抓紧握在手上 狂蜂再来 可能也不会再被吹走 DV新闻 薛梦杰曹专人 台北采访不到 国民党立委补选候选人 王洪威来到中山区 参加老歌演唱会 早上才刚同台 新北市长侯友宜 稍后也会同台台北市长 蒋万全力冲选票